就是楊耀勳這發不可思議的拳雷打 讓中華籍棒用球問題再次成為討論焦點 但聯盟兩次送宴 彈性係數都在合格範圍 選手之間對於近兩季打者大年的解釋 也眾說紛紜 有人認為外交好球帶緊縮 也有人說對手彼此太過於熟悉 但事實就是 近兩季的拳雷打總數702隻 已經是1314年總和的1.7倍有餘 打優於頭的趨勢如此明顯 也讓中指頭補之間起了微妙化學變化 不管是什麼原因造就打者大爆發 頭補總得要抓出局數 只能從沒有辦法當中找到辦法 運用來說可能要更加小心 你可能就要把九宮格的位置 用得更零零盡致 以前可能我就覺得 我只要七號跟九號投得漂亮 先就可能覺得都還不錯 應對策略 當然就是每隊的中心打者 就是先從邊邊角角開始去試探 對就是不會剛開始 就很積極的去搶好球數這樣子 打者數據大幅拉抬 讓頭補之間配球模式跟著改變 客觀變音很多但最後一題還是要問問 這球打起來和過去相比 到底有沒有影響 以我打者的角度來說我覺得沒差 因為我到今年還沒有紅拳內打 所以 但是以捕手的角度來說 其實說的確他是有一點不太一樣 飛行距離的確跟跟以往來說 有一些以前覺得不會飛那麼遠的球 到現在都覺得怎麼會飛那麼遠 對 你說球彈性變好也是一個原因 現在打者拿的棒子也越來越好 對不對 這也是很多變數 變數之一啊 對呀 因為投手 投手手也不會越投藥 我們來TV新聞採訪報導 我們來TV新聞掌握 zmk.竹 2014 2014 2014